大家好 咱们今天播报一个川普最新的白宫的新闻 川普在23号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访谈中说 说美国经济可能与中国经济脱钩 路透社也报道川普在一段录音谈话中 起先告诉这个采访的记者叫希尔顿 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必与中国做生意 然后我说到脱钩的时候说 好吧如果他们不正确对待我们 我肯定会我肯定会这样做 就要脱钩 就川普的意思啊 向中国发出信号要跟中国脱钩 那川普与中国展开一场高风险的贸易战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此后他关闭了第二阶段贸易协议的大门 并表示他不满意北京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川普在这段访谈中说美国没有义务与中国做生意 川普还说他亲自取消了原本 计划上周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那就是川普首次承认 上周要举行的这个贸易谈判 是由川普主动取消的 川普承认了 这项会谈的目的是检讨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 执行的进度 根据这项由川普和中国 副总理刘鹤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啊 两国高级官员将在协议实施六个月后 检讨 那中国商务部上周表示 将在未来几天举行贸易会谈 但北京啊或华盛顿都未证实 刘鹤曾签署这项协议后的记者会啊 会上说明啊说 中国与美国的脱钩是不切实际的 这并非是川普第一次提到与中国的经济脱钩 今年六月啊 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候说 表示 和中国经济脱钩的想法不切实际 不过川普随即表示 和中国完全脱钩 是美国的选项之一 美国财政部长 米努钦也说 若美国企业无法在中国获得 公平对待与平等竞争 中美经济将会脱钩 川普啊这个 选战的策略主轴之一啊 是对中国的强硬啊 那近来这个 华盛顿和北京的贸易科技啊 香港问题 南海等问题 冲突逐渐升高 共和党将在24号 举行为期4天的全国代表大会啊 正式提名川普竞选连任 那川普27号在白宫发表 接受提名的演说 他此刻啊 重提不排除和中国脱钩 显然和选战有关 这也是我的判断啊 显然是跟选战有关的啊 那根据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啊 中国同意在2020年 以及在2021年 购买至少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美中的2019年双边的贸易额 是接近5590亿美元 那咱就川普说这个中美脱钩这个事啊 首先我认为啊 就是这个选战的结果啊 一定要为了选战 因为24号他马上就要 共和党这个 参选了啊 那他一定要表示强硬 如果他不表示强硬啊 特别是与中国脱钩这个事不说明白 会被人家拿出来打 那他一定要显示自己对中国的强硬 但是你说 跟中国脱钩那就是说经济全部停止 但实际的做法呢并没有 你记住啊美国现阶段不可能与中国现阶段啊 我说现阶段 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就脱钩 因为美国没有准备好 那与中国脱钩首先就是什么 你记住还有稀土呢 那有脱钩的稀土是不是不要进口 那中国啊 是美国这些武器军工还有所有的稀土原料的供应国 那这样的话中美脱钩美国的稀土 将会损失掉 那美国没有替代品 世界上没有能够哪个国家可以给美国啊 用稀土替代 那你基本上从这可以看啊 他这个脱钩是讲给选民听的 他并不能真正做 如果他要做我告诉大家做 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准备 稀土就要10年以上准备 其他行业呢 你记住还有服务业 美国的这些企业服务业包括那个苹果 那要与中国脱钩 苹果是要撤出中国 不再挣中国的钱 那太好了中国这个国有企业特别是像这个华为呀 国有的这些 还有中国品牌的这些手机厂商 那完全可以替代了 太好了 所以美国啊 他嘴上非常强硬要脱钩 实际上 他最近10年之内 没有准备好之前 他都不会真正的与中国脱钩 都是说说 但是 我说了但是 你不要忘了 美国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希望和中国脱钩了 就是他在往中国和美国脱钩这方面 在做 做这个努力 你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就放弃跟中国脱钩了 不是这样的 这个10年之内美国没有能力跟中国脱钩 不等于说他不往这个方向努力 他不断的在 在这个稀土问题上 自给自足 就是准备要与中国脱钩 在台湾问题上 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也是准备与中国脱钩以后 承认台湾 大家不要把美国呀 说现阶段他没能力跟中国脱钩 大家都放心了 美国看来是 说假话 大家就放心了 然后呢 跟美国继续像以前那样的交往 错了 中国和美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美国要与中国脱钩这个目的 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中国人千万 我告诉你 中国人千万千万要记住 美国已经 开始为中美脱钩在做准备了 而你千万不要得意 美国不能跟中国脱钩 美国现在没这个能力跟中国脱钩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意思 现阶段美国没这个能力 他只是打嘴炮 但是未来 他准备好以后 他很可能与中国脱钩 所以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 提前做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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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